库六网的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安虎 大家好我是陈圆圆 5月6号 我们的妄想争就全国公映了 在这里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电影院去观看这一部 关注心理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惊悚电影 谢谢大家 我是第一次挑战这么 就是心理惊悚的这样一个角色 但惊悚片是 但我之前拍过一次 就是那种恐怖片 跟这个还是不是一样的 对你前段时间上映的那种吗 对那个是 它是一个恐怖片 对对对 也不是 这个主要就是 心理它是有一种精神疾病的 那种恐怖片可能就是 大家所谓的鬼啊 那种鬼神之类的 但是其实鬼是不是存在的 所以大家心里都有了一些心理准备 但这个可能 对 因为心理惊悚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还是那句老话 就是说就是你心理上的恐惧 可能要比人扮鬼去吓你会更可怕 你有一些时候你会不会遇到这样的状态 比如说你凌晨两三点当中 你从电梯里出来 然后你走到楼道里面要开门进门的事 你会不会下意识地说两边看一看 那就是一种心理惊悚和心理暗示 所以它其实这个电影叫妄想症 其实已经点题了 它就是一个 妄想症其实就是一个心理疾病嘛 妄想症就是一种精神分裂 就是精神命为一种 精神命分很多种嘛 妄想症其实是一种 比如说我就是妄想成员员 疯狂地爱上我 但是可能吗 有可能 万一实现了呢 对 对 所以但是它就变成了一个极致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妄想症 其实你看妄想症 它要从一个心理疾病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它分好多种 比如说被迫害妄想症 永远觉得说有人追杀它 这也是一种妄想 对 还有一种 它就妄想说女神是爱她的 所以它就疯狂地去接近女神 在国外有很多粉丝 就疯狂地去接近她的 然后最后那样成惨剧 其实也是妄想症 其实我就是那样子的 是吗 我在戏里面对你就是那样子的 对 其实是有点介绍不了 我之前认识成员员 是在《黄金大结案》里面 她扮演一个非常清纯 洁白如指的一个少女 然后对爱情充满了很多的懵懂 而她在这里面 在那个妄想症里面 她扮演的这个 就从头到尾连妆都不化 而且导演就是说 你最好睡不好觉 你那样会有 很自然 然后自然的就是 你要把你自己的脸 要变成一个就是 很虚无的状态 然后她从一个 可能一开始观众看起来很清纯 到突然发作 她发作 发病是有一个过程的 对 从一开始 她其实是一个比较完好的形象 大家看不出来 是有一个精神病患者 这么一个妄想症的一个人 但是后来她通过 她对这个男的一些爱 就是这个男的反馈 给她的一些东西 她觉得不是她所想象的那种的 她就开始发病 每天就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直到最后已经疯狂了 因为我们现在压力都很大嘛 每个人也都会 妄想一些事情出来 就看你怎么去面对 用一个很好的心态去面对它 如果我们把心态调整好了 就会变成一个正能量的东西 就是会是动力什么的 但如果要是心态不好的话 真的会做出一些 比较出额的举动 对 妄想就是它只是一个 心理疾病的一种 其实在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的心理疾病 然后我们也不能统称 就把叫做 那个是一个精神病 精神病患者 但是每个社会 在都市里面 尤其像压力这么大 节奏这么快 每个人都会有心理疾病的 但是我们并不认为 我们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但是这部戏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除了要关心 这一族群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问问自己的内心 到底有没有那么健康 然后很多的所谓的心理疾病 都是当你处在某一种极端 压力变得非常巨大的时候 才产生了一种症状 比如说像忧郁症 其实它也是一种心理疾病的一种 对 也是一种 对 我是觉得这个戏 我没演够 就是太少了 就是 我觉得能再多一点就好了 是没演够的状态 但是杀青以后 回到生活中 还好 没有太多的这个阴影在心里面 对 我觉得其实你演得再好 但是你从这个角色里面 跳不出来 其实也不是一个好演员 我觉得演员 不能把它当成一个 我们是可以全心投入到这个角色里面 但是它终归是个工作 你不能太沉浸其中 生活有很多更精彩的东西 我们还有更多的角色去挑战 我们不能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 把无法自拔 尤其像陈圆圆 人是线上的女性 那什么 染染上身的 恩线 大腕 恩线 然后呢 她演过了这个角色 就马上又投入另外一个角色 她来不及沉浸在原 她的角色里面 那所以其实 因为现在的拍戏的节奏也比较快 她不像以前的演员 她拍部电影可能要两三年 过去的电影要磨两三年 过去真的是需要很 包括电视剧 就是老板的红楼梦 也是用了五年的时间 对 所以我们现在节奏越来越快 我们基本上这个戏杀青 没有 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时间 就会马上拍下一个戏 所以这个角色要 必须要让我们自己 学会去很快的调整 很快的投入 很快的抽出来 对 还有一种就是说 可能演员 她的自我心理保护 她会自我调节 你看演员 人家都觉得很光鲜亮丽啊 开好车 穿华丽的衣服什么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一想 其实每一个演员他自己 他面临的压力到底有多少 为什么我们频频 其实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 说谁谁谁又吸毒了 谁谁谁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 你没有办法通过一个正常的一个途径 去缓解他的压力的时候 比如说他身边的好朋友 或者是他身边的亲戚 没有一个正确的 对他一个心理疏导的话 他很容易被有目的的人 或者是他自己就滑向深渊了 所以这部戏 对我们演员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 有积极推动的作用 就是说我们怎么如何 调整自己的心理的状态 然后你身边的人 也要关心他的心理状态 我觉得他是我合作导演里面很 nice 非常 人非常nice 就是 而且他对于 每一场戏 每一个镜头 他的把握的精准度 就几点到几点拍什么戏 他心里是有数的 因为他剪辑出身的嘛 金像奖最佳剪辑 所以他没有拍过什么 这什么废镜头 因为很多导演他不懂剪辑的 他不知道他要什么 可能这个也拍 那个也拍 翻译或让剪辑师去剪 但是彭导他自己知道 他想要什么 所以我们在现场 拍的过程当中也很顺利 然后就是 也很愉快 对 准点下班 准点上班 我从来没有超过 因为他号称有 亚洲鬼王的称号嘛 所以每年的亚洲的几大鬼王 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 会出一版就是 几个导演在一起 联合合作的 就是每个人导演一部 惊悚电影嘛 然后呢 其实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也蛮惊悚的 因为他其实长了一张惊悚的脸 长长的头发 戴个眼镜 那个皮肤超级白 你知道为什么呢 就是他那个皮肤白到 就是没有血色 因为他一直都在剪辑房里面 他都不出去 他晚上熬夜 然后白天就睡觉 所以他都不晒太阳的 所以他的皮肤超级白 而且爱出汗 永远这个脖子上 挂了一个毛巾 然后广州又热嘛 不论什么都很热 就穿一大背心 穿一大裤衩 穿一塔拉板 然后就做的那个面无表情 就是这样 然后突然后来发现 就是刚开始接触他的时候 你也觉得他像个鬼一样 你面对的是一个不言不语 就好像是一个变态的 一个什么人你知道吗 但你跟他接触完了 就他像 他像一个小孩一样 他其实就是一个小朋友 我甚至 我刚看他的时候 我就以为他 顶多比我大几岁吧 但是导演现在已经50 50多了 好像对 对啊 你看他那个状态还是 他保养的 对 就一白 不晒太阳 一白就 就千重 一白说百重 对 我想演就是还是那种 表面上看起来很清晨善良的 但其实到最后 一刻才揭示 他原来就是那个幕后大boss 就比如说一些谍战片的那种 就是给观众一种视觉冲击 因为我看上去长得还是挺像好人的 我觉得你应该再老一老 再老一老 我觉得 年纪再大一点 是吗 那我如果长得本来就很显小 怎么办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适逢花瓶的年纪 你就让自己就做那个花瓶的角色 你又何必追求 我是一个实力派演员 好吧 我们都是实力派的演员 其实说实在话 一个演员 他没有 就是他的欲望特别强烈 就是他没有说 我所有的角色他想尝试 所有的好的导演他都想尝试 所以 其实电影不分大小 然后角色也不分大小 其实就是你有没有非常认真 去善待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两个在妄想争当中 贡献了我们很多人生的第一次 包括成员员贡献了他的人生第一次床戏 对 床戏 对 然后呢 他也贡献了人生的第一次反面角色 跟那么歇斯底里的角色 我也 我也贡献出了很多的 对 大家 我们那么用心跟诚恳地对待这部电影 也希望大家能够5月6号 到电影院去观看这部电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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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